金曲奖光复乡泰巴朗部落是余有中淵 为什么呢 因为第33届金曲奖2号落幕 就来自光复乡泰巴朗部落的简春宴 就一举拿下了原住民最佳女歌手奖 并且呢 83岁的简春宴更是打破了金曲奖 有史以来最高龄获奖的记录 那么乡长林青随时再度道府贴红榜庆贺 而简宴春呢 就感谢了同时 也欢迎大家来学唱并传承部落的歌谣文化 2号盛庄出席第33届金曲奖的简宴春 抱回了原住民年度最佳女歌手奖 回到部落里 乡长林青水与头目杨德成 立刻道府贴红榜青鹤 简宴春则以歌谣和大家分享这份荣耀气氛热烈 高龄83岁的简宴春以伊拉阿密斯格尔静静的等待者专辑 入团第33届金曲奖最佳原住民与歌手 最佳原住民专辑 及年度最佳专辑三个大奖 最后夺得原住民歌后 打破金曲奖有史以来最年长者获奖的纪录令人敬佩 不仅敬佩 在简宴春创下金曲奖史上最高龄歌后 这张专辑收录泰巴朗部落生活古谣 所哼唱的曲调至少流传200年 保留着泰巴朗的灵魂 那下金曲奖原名歌后宝座的简宴春 最大的心愿就是要传承部落的传统歌谣文化 年纪这么大 如果再继续唱的话 怎么也走不动 想说这个传承的歌要给下一代 谁要写的就过来这边 我来讲 以高龄81岁出专辑的简宴春 可说是演艺歌唱界的菜鸟 但出身之赌拿下原住民歌后的殊荣 在金曲奖颁奖典礼上完的很开心的简宴春 一回到家就立刻换上阿玛姑祖夏天采野菜 致力于原住民古谣传承了他 希望也欢迎大家来向他学唱认识部落歌谣 大家一起不让传统古调消失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